现在新能源车型盛行的当下 我发现很多朋友们买20万级的SUV的时候 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燃油车型 而在这些燃油的SUV里面呢 其实更多人会选择两田的SUV 但是我觉得我身旁这台别克昂科威S 是一点都不输他们的 因为呢它在外观空间配置 以及在最重要的动力部分呢 它是要更加出色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台别克昂科威S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别克昂科威S的指导价 它呢是从19.69万元到22.29万元的 它这个指导价呢 其实就比另外两款竞品来说呢 是要更加优惠的 而且现在的优惠幅度是更大的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啊 身为中型SUV这台别克昂科威S呢 它的车长是只有4米7不到的 再跟两款竞品相比来说 它的车长是要更加短一点 但是呢它的轴距是接近了两米七八的 就是说它在轴距表现方面呢 其实是不太酥两甜的两款竞品啊 所以它的空间表现 等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空间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在外观部分呢 这台车因为是一台全新换代车型的原因啊 所以它的外观设计呢会更加的时尚 然后前脸我们能看见 它呢是采用了最新的家族式的隔山设计啊 外观看起来呢是更加像一台小马看的 所以也是很多人选择这台车的原因之一啊 这台车型呢 它是分为1.5T以及2.0T两种车型版本的 而且都是搭配了48伏的清混系统 就算是1.5T的车型 它的马力都是来到了211匹 2.0T的车型呢 它的马力更胜啊 来到了237匹 而且这款车型还是有四驱车型的 就是说它的1.5T车型 其实相比于两款竞品来说呢 它的马力是要更加大的 对于喜欢运动 喜欢操控 喜欢大马力的朋友来说呢 这款车显然是更为合适的 好了 现在呢就来到大家最期待的 现在优惠价格到底如何的环节啊 这台别克昂科威s呢 现在贷款的情况下 它最高是可以做到接近5万元的优惠 然后全款情况下是最高是接近4万元的优惠 当然这个优惠幅度到底如何啊 你肯定是要去到店里面详细谈的 但是如果你有诚意的话 是肯定能接近我刚刚说这个价格的 那么这个车型呢 它不像日系的两款竞品一样 其实最多人买的 并不是它的最低配车型啊 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最低配车型 其实它的配置一点都不低 首先我们来看动力 其实最低配车型 刚刚都说了 1.5T 它给你211匹的马力 而且这个最低配车型 全系都是标配这块30寸的一体式的连屏 里面都是搭载的高通骁龙8155的车机芯片 而且这台车还给到你什么 给到你一个L2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它是有全速的自适应巡航的 而且还会给到你一个倒车影像 以及后驻车雷达 这个方向盘呢 还是皮质的 同时呢 它前面的这个车窗啊 它是双层的夹胶玻璃 而且座椅呢 它虽然不是真皮 但是会给到你一个绑皮的座椅 它整个的低配车型 它的配置 其实是一点都不低的 而且你算一下 现在我们算全款吧 全款大概最高是4万的优惠嘛 那么你算最低配车型 19万6千9 它算下来 其实落地大概也就是17万出头多一点吧 能买到这样一台车 其实配置是很丰富的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 但是 其实买别克的车呢 很多人都是买它的更高配的一个配置啊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 比它更高配的1.5T的顶配车型 会多上什么东西呢 1.5T车型的最顶配 会比最低配呢 贵上8千块 这8千块 你可以得到一个121色的氛围灯 前排的无线充电 以及座椅 它是从仿皮换成了真皮座椅 然后前排呢 会给你提供电动调节 当然这是四项的 前排的主价副价都是有的 而且前排会给你提供 座椅加热功能 方向盘呢 会给到你一个真皮的方向盘 电尾门也是给你配上了 所以呢 其实这8千块 多的都是一些输信方面的一个配置啊 值不值就要看你个人了 来做到后排 刚刚不是说了吗 这个车其实它的车长 是在竞品中不占优势的 但是呢 它的轴距是接近了2米7 8 所以轴距表现来说 光看这个数据 是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坐在第二排来看一下它的 空间表现到底如何 作为一台中型SUV呢 它离前方肯定是要有超过两拳的位置的 所以这台车呢 可以看见它其实是有大概三拳左右的位置啊 离第一排 我呢175的身高有三拳的位置的话 其实这个后排的空间表现呢 是绝对算是不错的 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地台啊 中间这个地台隆起还是挺高的 因为呢 它是有四局车型的原因嘛 所以这个有地台隆起呢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而且这个座椅的材质啊 可以看出来 这个座椅呢 它是真皮材质 而且它中间呢 还有包裹一点几皮的拼接啊 所以这个座椅看起来 高级感是要更足的 而且这个门板处这些位置 它都是有一些软质的包覆的 所以你说跟两款竞品相比 这款车肯定在品质以及配置方面 你的触感感觉方面呢 这款车肯定是要更加优秀的 作为一台家用车啊 能装人肯定不够的 它肯定是要能满足我们的一些储物需求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 这台别克昂克威S的后备箱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后备箱的表现到底如何 其实我们能看见呢 这个后备箱的空间还算是比较大的 它的容积呢 是可以达到347升的 而且呢 这个下面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备胎啊 这在现在很多车型上面都是没有的 还有座椅呢 也是支持四六比例的放倒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放倒之后 它是真正的一个纯屏的状态 真的是纯屏啊 它是没有角度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放下更多的物品了 所以这台车其实它的家用的实用性来说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20万级这个价位 加上现在优惠幅度这么大的情况下 能给到你一个动力更足 空间比较不错吧 然后配置也不低的一款美系车呢 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油耗呢 会比另外两款竞品来说会高那么一点 但是你会为这些其他多余的东西去买单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